哇 真離曲奇 今早就太大了 我突然想起哈佛教授 Tayton Christensen 上了他 要搞精彩利和生意的 Job to be done 即是 究竟人們買你的產品是為甚麼呢 他曾經試過一次 麥當勞找他做研究 就將那些Milkshake煮得好味 但搞來搞來點本味 Sales都沒甚麼增加 但了解一些人 奇怪 因為Milkshake 就早上6點半 8點半的時候 就將Milkshake整個賣了一半 其實人們的原因是 因為停止血沙車 很悶嘛 一個Milkshake一喝 23分鐘 吃香蕉 吃個巴 吃其他東西的時候 一兩分鐘就完成了 譬如書解人的仇困 在那一刻悶的時候 Milkshake煮早餐23分鐘 That's the job to be done 麥當勞連發這一點之後 就在宣傳廣告 就說他們總會 就介紹Milkshake 反而Sales是增長率 是多於支持 而是研究7倍 所以你發覺Job to be done 在增長屋裡 是這樣的 Job to be done Job to be done Job to be done Derson Hello Ellen 你好 這兩集我們就說起 紅茶 為何爆紅 就是因為它能夠 香港深度入 狂經濟 淡電的理念 現在我們繼續在 彌敦道大街大學 搞淡電 要進去美麗島大廈 上一樓 裡面有什麼看 我們今天來到最主要就是看 這個珍妮曲奇 我們看看為何它的爆紅原因 當然我不知道大家 有沒有吃過珍妮曲奇 不如說說一些背景資料 珍妮曲奇 Jenny Bakery 最主要就是一位女士叫Jenny 在2005年 在香港島的赤柱 成立第一間店 之後現在 今時今日兩間實體店 一間就是在尖沙最美麗島大廈 另一間就是在上環的永和街 而裡面最出名的 知不知道是什麼 我之前都在香港製造 他特意去柴灣工廠大廈 21、23樓的時候 看看是不是真的實際在這裏 落後一層曲奇味 很棒 最出名是什麼 最出名最多人買的 一款叫四味奶油曲奇 裡面有咖啡花 牛油花 脆奶油 還有葡萄燕麥 基本上來到必須要買的 其中裡面也標榜著 剛剛所說 全部都是香港製造的 所以為什麼這麼受歡迎 而國內的朋友 也很多時候叫他做小紅餅乾的 坦白說 珍妮曲奇 我身邊香港的朋友 就不太多吃 但不要緊 最重要是他賺到錢 上年都要一千億 買了一個貨素 在銅鑼灣 例如山道那間店 你猜 這間巨店會不會自用 眼睛帶你來看 又看看一大抽的理論 珍妮曲奇為何爆紅 Avin 不如用剛才所說 深度由窮經濟探店 我們去分析一下 我們來看看 其中你說 去窮經濟的時候 當然窮這個字不是說 沒有錢買東西 你看香港廣東道的珠寶店 買包包 都很多人排隊 只不過按比例上 很多大眾化的東西 他們寧願來吃 好像上市所說的紅茶 會多幫助一些 我看回價單 都是大概幾十元 至二百多元 不是貴 你問我 很多都消費得氣 另外 談到這個探店 我相信探店 可能是一個體驗 看看珍妮曲奇 你看不是到處都可以賣 香港只有兩個實體店 就是尖沙咀 和上環的永和街 來到的時候 今早外排隊 上到去 發覺燈都未開了 還要九曲十三彎 才找到龍尾 你問我 上到來的時候 究竟是否真的找到那間店 我都要先看一看 我找到隊尾的時候 終於看到前面真的有人買到 那種的體驗 那種的開心 真是不能夠形容 再加上 進來商場的時候 你見到有一些 其他品牌 疑似的影射 變成你說 我真的找到最終買到 真是會開心 還有一個陽群心態 因為你說在國內的朋友 下來的時候 我又買到 終於你下來了 你也想感受一下 來到排隊一個多小時才會開心 對呀 窮經濟的話 下來中標珠寶 就叫做豪經濟 上樓買兩三百元 就下樓的窮經濟 深度由 過這麼欠砍六象的影射產品 探店才找到店鋪 買到真正的珍妮曲奇 幾百元以內下樓 所以為甚麼 就適合了你一路說的 香港 窮經濟 深度由 探店的理念 乾杯 終於搶到一口嗎 吃起來都可以 不錯 我又覺得你一杯 不要說話 但最重要 人家其實在這裡 是不是要來買烹飪 目的 看回這個Jobs To Be Done的理論 剛剛一開始說 阿菲家就不理通的事 說起 Milkshake 其實味道不是最重要 最重要的是 那23分鐘 人開車後 離到上班時很悶 有飲品 解悶 其實這個曲奇名 背後的理念 為甚麼要買呢 其實不是賣曲奇 是買一個探店的經歷 跟親戚朋友說 來到香港排隊 一個多兩小時 過五關 斬六仗 經過這麼多不同的影射產品 網上可能有影射 實體店有影射 終於來到排隊的時候 買到一盒合真正的珍妮曲奇 反對親戚朋友 威那種感覺 那個經歷 探店 深度人 這個才是 the jobs to be done 珍妮曲奇 相關人士 過往都投資在商店 2012年 他用了2230萬 買了我們剛才去過的 美麗多大廈的舖 用來自用 2013年 用了3380萬 買了上環 永和街15號的舖 也是自用的 去到2014年 他用了3280萬 買了尖沙咀 漢口中心的G23號舖 去到2019年 3100萬買出了 對呀 珍妮曲奇 將是做重鎚出勁 上年底 用9868萬 買了 後面這個 銅鑼灣 利源山道 專貴視力 1,800呎 的巨舖 每一部 售後租 近四 看看門闊 大約28呎 深50呎 其實挺適合 用來做珍妮曲奇 又可以做很美的 顯示 又可以人們在這裡排隊 呀 珍妮曲奇 之前買的舖 有自用 有投資 但看看珍妮曲奇 成功的要素 剛剛說了 香港 深度有 窮經濟 探店 他成功是因為 人家叫左川友賊 經過一些不同的影蛇店 排隊一個多兩小時 終於找到了 拿回去 就可以跟親戚朋友說 買到一個正牌珍妮曲奇 在銅鑼灣這裡 看回紅經濟 買來賣的 現在這間店 都幾千元賦 探店深度有 這麼大的門面 這麼容易找到 不夠過癮 旁邊有沒有什麼特別影死呢 所以我感覺 這間店的珍妮曲奇買 好像投資多 記住 日本的品牌 Daiso 佛門店 你去買不是要買一個貨 是買了一種經歷 用10元買到密超所值的產品 那種驚喜 或者扭雞蛋 扭蛋機的時候 不是要那件玩具 我女兒扭一百次 都是目擊性 那個顏色 終於被扭得到 那種驚喜的感覺 是Jobz to be done 真離曲奇 是要那種深度人 探店 驚喜 找到真貨 排大堆 這個位置 給點得到 算我估計 還是投資多了 我來幫你 你給點得到